女朋友孕的 是不是就那天晚上 咱们见到那个 那范律师不介绍一下 金屋藏娇啊 这不是拿不出手吗 您家多大的豪梅啊 什么样的女朋友 能拿得出手 不是 我开玩笑呢 你女朋友给你做饭 孕衣服无怨无悔 你呢 人家搬家你就失踪了 我那天在加班 就你们组 天天讲 正找你的 赶紧把您一个 上个约口和表交了 不好意思啊 我没弄完呢 你家里一个晚上班 都没弄完啊 我尽快 好吧 尽快啊 尽快 天儿 怎么又走这花产这儿来了 是啊 就知道好几圈了 这都鬼打牆了 对不起啊 这个小区特不关厂里出牌 它排得有点乱 不是 你们之前不猜点吗 要 那个经理说你们比较着急 我就 在怪我们了是吧 行了 你赶紧找吧 这都绕半天了 对不起啊 问问吧 大哥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这个酒状在哪啊 看见没啊 这不实状吗 拐个弯下 三十米 那就酒状 就这边拐进去是吧 对对对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不客气 客户人哪 我就去问个路的功夫 一回头人就不见了 不见了 我告诉你 人家跟房东自己成交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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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是猪脑子呀 啊 脑子进水了是吗 还大学生 我现在都怀疑你是隔壁中介派 一咋们厂子的 你念的什么专业呀我问你 你都不过外面这些 中国专业小型的好使呢 哎 哎 你还别哭啊 你要哭 你找个路哭去 你把主委给我哭回来 我谢谢你 成吗 这 中介位啊 我叫给我哭回来啊 你也别干了 啊 你土豆搬家 你给我立马走人 快去 大学生 你别个大就是大学生呢 哎 给我倒霉了 怎么招了这么一块料 不是干吗啊 你 你可是大学生啊 你得冷静啊 这是我入行的缺费 损失算我的 不够我再去缺 这是最近的利息 对 首付款 我打你账户了 没耽误你买房吗 没耽误 柳哥 您用钱砸死我吧 要不我就跟你说啊 这女朋友的话 不能全听对不对 没错 这 这都是我的了 要不你留一份 不不不 这有钱的感觉真好 李总 二期即将开盘 各项推广工作呢 也都在有计划地进行着 但就目前客户的蓄水量来说 不如一期火爆 所以呢 我也想跟您请示一下 咱们要不要来一个促销啊 就比如说啊 一次性付款的客户 咱们给他打个九八折 也有利于咱们的资金回笼啊 不可以 我们亚东公寓呢 是明码实价 一房一价 不以任何形式打折促销 大人李总啊 李总啊 周围的房企一次性付款 都有九八折的这个优惠 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影响 我明白你的顾虑 其实呢 奥运会让北京的基础建设呢 提前了很多年 你看啊 马路现在是很宽阔的对吗 植被充沛 便捷的交通系统 这些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 都是重大利好 都是重大利好 所以我相信 基础设施的升级 一定会为北京的房地产 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亚东公寓 会也赶上这波热情 放心吧 嗯 辛苦了 对了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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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